另外一個我們也很有趣的 這個朋友 叫做吳子嘉董事長 吳子嘉董事長最近又復出了 而且在很多媒體上面 又開始大爆料了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之前他說韓國瑜有婚外勤 外勢十多年 育有育女 結果長了半天 他的證人好像叫楊秋昕 然後楊秋昕又說他的消息來源 好像是吳子嘉 到底消息來源是誰我們不知道 韓國瑜提告了之後 因為檢察官認為說 你根本沒有實據證據能夠證明 所以北檢已經把他起訴了 起訴了 結果我們的吳子嘉董事長 這次復出又開始 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他先說你們看 蔡衍明 這個旺東集團董事長 現在要跟韓國瑜切割 他已經不支持韓國瑜了 結果他才剛講完 馬上合體直播 你吻三杯跟牆人滾 都在裡面 給人家直播給你看 你說我跟他切割 那我們兩個現在在幹嘛 馬上直接打臉我們吳董事長 然後結果吳董事長 接下來再接再厲 你繼續爆料 他說其實蔡衍明剛好那麼麻煩 你丟個五樓 五億給他 你十一樓的鑰匙就開了 不給錢去做直播很奇怪 人家做直播證明我們沒有切割 然後結果 你說你不會丟個五億給他 做直播幹什麼 這真的很奇怪 而且我跟你講 這有點誘人犯罪的味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怎麼說 因為根據現金法 對統一政黨政治團體 每年捐贈總額 不能超過下列的金額 個人不能超過三十萬 營利事業不能超過三百萬 人民團體不能超過兩百萬 那你叫人家給他五億 那你是怎樣 那你是生怕蔡衍明不會上這個檔 所以故意要到來喔 十一樓的門為你開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但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之前郭台銘親郭人士 或親王人士 他們都開始在操作一個什麼 韓國瑜民調調到20%以下 整個戰期就會升起 那問題搞了個半天 郭伴先響應 郭伴響應說 韓國瑜出選後 民調繃進20% 已經調得很低 已經快要不行了 戰期要養起來了 結果問題到現在 還是沒有到20%以下 那請問怎麼辦 操作失敗了怎麼辦 操作失敗 他們現在來出一個大絕招 這個絕招真的讓我嘆為觀止 我們的李政浩兄 他講出一個很神奇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郭台銘 韓國瑜都強的話 國民黨立委不會排斥郭站台 郭幫立委站台沒有違反黨紀 有雙母雞的狀況前提之下 對立委來說搞不好是好事 郭台銘如果他是國民黨黨員 當然沒有違反黨紀 他如果已經不是 他不是說他已經要獨立參選嗎 對啊 那如果獨立參選了 他可以去幫國民黨立委站台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如果他都可以幫國民黨立委站台 你要不要叫蔡英文 來幫國民黨立委站台 那一樣都不是你們黨的人 你要不要叫賴清德 來幫他站台一下 然後所以這個李正浩到底在說什麼 他說這個叫雙母雞策略 他這個擺明的就是要為郭台銘 參選做到正當性 但真的有這種正當性嗎 你有聽過哪一個政黨 推出兩個總統候選人的 沒有 從來沒聽說過 這是哪一國雙母雞 乾脆李正浩你要不要直接一點 叫王金平也一起來 你來三個 這個不叫三母雞 這叫三個傻瓜一起選 好了 到時候看人家會不會投 所以現在你一直不斷的 在操作這些東西 只會讓人家覺得我老實講 郭正寧現在恐怕對自己的自信 已經完全不足 才會出現這麼荒腔走板的言論 我們看到國民黨 之前的時候有人在操作這換魚 結果不成 現在突然之間跑出了什麼 雙母雞這樣的論述 這也不就意思說 如果你不喜歡韓的話 你挺國也可以 可是黨內裡面 這種游離的人 看起來還真的很多 整天在那邊放消息 黨內有一股力量 想要把韓國瑜搞爛 這股力量到底有多強 首先我要先反駁一下 我們輝文兄所講的 說韓國瑜窮到只剩韓粉 我完全不以為難 為什麼 我就不是韓粉 我是因為韓國瑜初選贏了 所以我才支持韓國瑜 我們國民黨有多少基層的人 是因為韓國瑜贏了初選 所以我們才支持韓國瑜 我們絕對不是韓粉 我們是因為他代表國民黨 我們想要推出一個會贏的人 把民進黨的政權給推倒 這個目前來講 基層大家都已經有共識 但是這一些平時坦白講 國民黨有沒有要改革的地方 當然有那麼多年韓改革 包括到馬英九 馬英九執政8年 改革了什麼 我看都沒改革 這是我對馬英九失望的地方 這些基層的這些民意代表 包括到立法委員 還是一樣都這些派系在掌握 這些派系坦白講 看了都是自己的利益 但是基層百姓 基層黨員 沒有利益的關係 沒有派系的關係 所以什麼雙母雞 我看你一個雙 不想罵 雙 還有雙母雞 基層沒有雙母雞 只有那一個民意代表 這些派系 這一些權貴 才有在那邊什麼雙母雞 你想要怎樣 腳踏兩條船 我告訴你 各位 所有的基層的這些 支持韓國瑜的支持者 所有想要推翻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跟大家講 去看看所有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如果他的臉書沒有寫9月8號 告訴大家說9月8號 動員去參加韓國瑜的 這個造勢大會的話 打電話去給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問問看他要不要選 下屆還要不要選 如果說到現在還不表白 全力支持韓國瑜的 我在這邊呼籲 所有有志青年 有志之士 這個只要你有意願的 品德端正的 下一屆就出來跟他選 就算落選選個經驗都可以 所有的支持韓國瑜的人 一定在你的選區全面支持你 推翻這一個掛著國民黨籍 到現在還不敢表態 支持韓國瑜的人 所有的繼承的黨員們 呼籲你們團結起來 推倒這一些 到現在不敢表態 支持韓國瑜的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打電話 打爆他們的電話 嘉嘉貴 我們看到吳子嘉 他本身的伎倆就是編故事被戳破 又編了故事 又被戳破 他之前就在上面說 這個蔡衍明他自己本身 要把這個韓國瑜給丟包了 結果這一張YouTuber出現了 這個YouTuber在網路上面出現了 吳子嘉馬上又說 你真的挺韓國瑜 那你給他五億就好了 可是現在吳子嘉講了這番話出來 他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他完全無視於政治獻金法裡面的一些規定 而現在什麼樣的說法 都是吳子嘉在那邊亂說嗎 就是有這些人 還有這些聽眾 就是有這些人 有這些觀眾 還有造成這些人 這樣你敢聽嗎 全國的朋友 這些人就全門在讀這些黑輪目桌 都沒有這些事情 他們說得出來 但是就有這些人聽的相信 這就是台灣最差的地方 全部都沒有說出來 但是那些人就相信 你現在他回想吳子嘉 當時怎麼說韓國瑜 說到外面包女婦 娶女婦 三女婦 有嗎 沒有 沒有 他說出來 但是就有人相信 相信 這就是台灣 怎麼會這樣 現在來說 蔡元明擲檔的跟韓國瑜 齊哥都沒有來用 都沒有來用 韓國瑜可能會換下來 連擲檔的就沒聽他 我聽你 擲檔的那天說 陳昌君的外面沒有 我說有 請問站了 我們來跟韓國瑜去面 看我們多好 多好 多好 好朋友 吹檔嗎 真的吹檔嗎 蔡元明是誰人 性情中人 他也是中中途下去的人 他說話也算話的人 現在我不行 現在請聽出來 就看到蔡元明跟韓國瑜 兩個人那麼好 還有你像韓國瑜也對 我也在現場 他說韓國瑜你們兩個有吹檔 他說不好 文山 你看我們說沒有 文山 你也說沒有 韓國瑜也說沒有 蔡英明也說沒有 兩個多好 還挑戰我們兩個坐位 我們就挑戰三十旁人 你現在這樣賭牌 還沒關係 你跟人家說 整期拿錢五億 鐵鍋都說起來 都說錢 就是像現在我說 剛才剛才在想去 你想去 我感覺說 國民黨還有這個東玩 但是你的主席真的太軟了 你的主席真的太軟了 剛才 傳統 你的主席 我跟你說真的太軟了 台灣 我跟你說好好比台北北北北北 才會贏的叫 花什麼錢 韓國瑜伺子是好選人 你民進去接種 你拿什麼給他們看 你的政策在哪裡 你的那種在哪裡 通常沒有 選舉到就在這裡 你這樣摸 摸摸 摸摸 有指甲這不用他相信了 這種人你再相信 我會覺得比他更慘 但是惠文 我們看到國民黨內 對這個郭台銘好像一直都沒有硬起來 讓這個郭台銘語取語求 甚至郭台銘還把這個國民黨 給吃得死死的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又有突然之間冒出了雙母基論 如果郭台銘是留在國民黨裡面 雙母基是OK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跳出來選 不在國民黨裡面 那難不成郭台銘去幫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而這些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拿著郭台銘的資源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論點 楊兄 我不太同意 有所謂的雙母基的這樣的一個邏輯 天無惡日 民無惡主 不可能有什麼兩個太陽 那是都違背天地的這個道理 只有一個母基 國民黨只有一個總統的提名人 就是韓國瑜 一起籌算贏 籌算贏17% 贏這麼多% 所以獲得國民黨的提名 認同 因為我知道這個基台的朋友 對韓國瑜對提名的東西 國民黨的黨公子 有些人也不是很認同 那也沒關係 如果你要去脫黨 然後去支持郭台銘的話 那個就慢走不送了 這個也勉強不來 所以郭台銘如果要選 我們也是照韓市長的這個愛與包容 但是那個要把邏輯跟順序弄清楚 就是說像韓市長這一天講那個什麼 你存了3億也沒有用 什麼郭台銘有300個律師那種 這個不要講 這個會被綠色媒體跟郭台銘的幕僚 拿來作文 這種話我來講就好了 但你不能講 因為你要選總統 我們也要選 那個還是要忍住 這個韓市長的行程 因為他最近幾次都講說 只要讓他睡滿7個小時 他就變成無理鐵金剛 結果他行程太多 今天又去跑紅白鐵 其實我要跟觀眾朋友解釋說 他在高雄的狀況 以我在台北看高雄這個情形 我要告訴大家 他在高雄是四面楚歌 十面埋伏 每天都有一堆人 對 每天都有一堆人拿著麥克風 等著韓國瑜出錯 這些命令都直接來自台北 都不是我們高雄駐地的記者 駐地的特派 其實他們韓國瑜都跟他們很好 但是台北的採訪中心 是直接order 韓國瑜今天什麼行程 你去問他 昨天為什麼遲到25分鐘 你是在中間 他遲到25分鐘 他前面接見了華僑的團體 跟後面的這些 軍方的這些退役的將領 中間有延遲 可是他延遲是跑去玩嗎 是跑去吃喝玩的嗎 不是 也是另外一個行程的延遲 這個東西 你行程排得不好 你行程排得不好 中間延遲 你為什麼遲到25分鐘 這另外也代表說行程太滿了 太滿了 但是我的重點是說 綠色媒體就是滿滿的惡意 我今天來採訪你 我不是要問你新聞 我是要等你吐嘴 我是要害你抓狂 我要等你講錯話 然後好好再修理你 那就對了 就台北直接的order 你去問韓國瑜 他不是一到五拼市政嗎 為什麼接見華僑團體 這個是市政還國政 你說市政你可以 國政你可以 他就挑戰要給你領 然後問王淺秀說 那個市長今天為什麼 沒有公開行程 他都不用休息 他是鐵打 今天沒有公開行程 那就是休假 不然這樣 那就是休息 他在高雄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其實台北的採訪中心 綠色媒體 我就是要你去問 我就是要讓你去讓韓國瑜 問到他精神衰弱 問到他很煩躁 挖洞給他跳 所以韓市長就學乖 他很多問題 謝謝 謝謝 你要問我郭台銘的 問我柯P的 我就不回答 我就走了 他就不要去重計 不要去接招 鄉欣 對韓國瑜惡意的媒體 給我點名 我又搬走人 我可以很忽略地跟大家說 現在我們台灣的媒體 大部分是黑韓的 李高雄我這樣比較婉轉 我這樣講 我去別台 我也沒頓電 我跟你講 大部分是黑韓的 這樣講比較快 如果得罪了友台 我很抱歉 我都媒體低沉 我很抱歉 我跟你講大部分是黑韓的 我一定有所本 你遙控器不用準 你聽我講就好 大部分是黑韓國瑜的 那個對中間選民 對強偷槽的選民 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他不知道真相 他只看到片面 韓國瑜喝酒 打麻將 抱女人什麼的 其實我跟各位講 他那天根本沒有聽到 抱女人三個字 因為那個記者 是蹲在下面的你知道嗎 他回答得太快了 然後他的解釋變成 你以前年輕荒唐過 抱過女人 其實根本沒聽到那三個字 多問多講就多錯了 那是完翁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媒體的沒說白 一面倒 韓國瑜的這個民調 你說會有波動嗎 其實我 李剛先生我不會意外 因為那個整個 整個氛圍不一樣的 跟半年前的韓流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當然不是吃肉丼 當然是你開工沒有回頭見 你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民調拉回來 把氣勢拉起來 沒有別招了 因為我剛剛講的意思說 其實他沒有很多的資源 他跟以前加大 越大的國民黨 不一樣 重新 2016的朱立倫 2008 2012的馬英九 那時候國民黨黨產 是幾百億在 你看連戰那時候 2000年選什麼 以前國民黨的中後選很好選 哪需要什麼募款 你也好了 到處撒幣 國民黨以前是這樣選的 現在的國民黨跟以前的國民黨 已經不一樣了 韓國瑜現在當國民黨的中後選 很辛苦 民進黨把國民黨黨產都放棄 你也好了 沒有好選 苦情 還有一百三十天